当然什么什么,但是什么什么。 现在外面怎么样? 下着雪,冷不冷? 很冷。 房间里冷不冷? 不冷,很热。 所以我们说,虽然外面很冷,但是房间里很热。 周四,北京的天气怎么样? 是晴天,但是冷不冷? 很冷。 所以我们说,虽然周四北京是晴天,但是很冷。 天气怎么样? 对,下雪了,很冷。 他怎么样? 穿得很少。 所以我们说,虽然下雪了,但是他穿得很少。 这件旗袍好看吗? 很好看。 多少钱? 六百块,贵不贵? 有点贵。 所以我们说,虽然这件衣服很漂亮,但是有点贵。 你们自己说。 虽然这件衣服很漂亮,但是太贵了,但是我穿不能穿,对吧? 第二,虽然今天不热,但是我还是开了空调。 第三,虽然我没钱,但是我想去旅行,但是我要吃饭,但是我要请你吃饭。 第四,但是我每天去打篮球,虽然天天下雨,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每天去打篮球。 第五,但是他不想去打篮球。 第五,但是他不想去医院,虽然生病了,但是他不想去医院。 今年说的科比。 今年说的科比,我们说虽然科比不在了,但是我们会一直想他。 第二个词,过。 过,过什么? 第一个意思过什么? 过生日,过年,过中秋节。 今天我们说第二个意思,什么什么过。 。 看过,去过,吃过。 你看过中国电影没有? 我看过中国电影。 这个呢? 我没看过中国电影。 所以是,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its experience。 你学过中文没有? 我学过中文。 没有。 你没学过中文。 你吃过中国菜没有? 是。 我吃过长沙菜。 这个呢? 我没吃过中国菜。 所以它的主语,动词过,什么什么。 主语,没动词过,什么什么。 你们自己说。 你看过。 你看过Coco这部电影没有? 你吃过臭豆腐没有? 你听过这首歌没有? 你去过橘子粥没有? 你去过橘子粥没有? 请你们自己做一百一十二页。 第三个词。 这是次。 你去过橘子粥没有? 你去过橘子粥没有? 嗯,去过。 去过几次? 去过一次橘子粥。 去过一次橘子粥。 去过一次岳路山。 是动词的量词。 这是张老师的办公室。 你去过张老师的办公室没有? 去过。 去过几次呢? 两次。 两次。 所以说,我来过我去过两次老师的办公室。 这都是什么? 电影。 在中国,你看过几次电影? 来中国以后,我看过五次电影。 我看过很多次电影。 你吃过臭豆腐没有? 吃过。 吃过几次? 我吃过。 我吃过两次臭豆腐。 他怎么了? 他生病了。 来中国以后,你生过病吗? 生过。 你生过几次病? 我生过两次病。 我生过很多次病。 我们来看这几个句子。 我们看过三次电影。 他们坐过一次飞机。 我在这个商店买过一次东西。 主语。 然后呢? 什么? 动词过。 几次? 什么? 再来看。 我们去过三次北京。 他们来过一次中国。 我。 我。 我上星期去过一次医院。 北京。 中国。 医院。 这是什么? 对。 地方。 再来看。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去过北京三次。 他们来过中国一次。 我上星期去过医院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主语。 动词过。 几次。 什么地方。 也可以说。 主语。 动词过。 什么地方。 几次。 。 都可以。 再来看。 这三个句子。 我们找过他三次。 他们看过我一次。 一次。 老师叫过我两次。 他。 我。 我。 是什么? 人。 所以看。 主语。 动词过。 人。 几次。 所以。 次。 the orders。 请大家练习。 第一个。 我。 北京。 北京。 几次。 去。 过。 句子是什么? 我去过几次北京。 我去过北京。 几次。 北京是什么地方。 哪儿。 对吗? 第二。 你在这个商店吗? 买东西过。 怎么说? 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吗? 买东西。 买过东西吗? 第三。 他们一次来我家上星期过。 他们上星期来过一次我家。 他们上星期来过我家一次。 我家哪儿? OK。 第四。 一起我们电影过两次看。 我们一起看过两次电影。 你做对了吗? 请大家自己做一百一十二页,用过和次。 现在点得很好。 我们转过来。 时候你走。 捡笠。